哈囉六月期間大家都蒐集了不少婚禮家具了吧 有想到要怎麼樣利用婚禮的家具來裝飾自己的島嗎? 如果我還沒有想到的話 今天就要來製作婚禮小花圃 前幾天我看到推特有作者分享這款木質風格的地板設計 以及實際使用後的效果圖是超級漂亮的鄉村風 讓我萌生了想讓島上有一座迷你花圃的想法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首先到服裝店輸入作者號碼 這個作者有設計多種不同顏色的木板 各位挑自己喜歡的顏色就好了 我自己是挑白色木質地板 嗯 接下來在草地上排列大約橫向的區塊 其實這個部分是隨你的喜好去調整 畢竟中間還要預留窗口的位置 基本上建議做六格以上為家 我這裡存在的原因純粹是想跟後面的接到地板對齊 接下來把空白處填滿 預留窗口的位置 這邊想做的是兩邊不均等的窗口 我們把窗口做好之後就可以開始裝飾 我想把桌子擺在左邊的格子 右邊放一張椅子 泰迪兄最後用花盆來做裝飾 桌子只剩下這種圓木桌 顏色很不搭我們的婚禮小花圃 這邊就來順便講一下要怎麼樣把不搭的物件融入場景中 非常簡單 我們只要把相關的元素裝置在附近就好了 家具都擺好之後就來做最後的步驟 種植花朵 這樣就完成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卡丹林大家再見囉 掰掰